K.O. 撞球教室 歡迎來到 K.O. 撞球教室 教你怎麼 K.O. 對手 已經好久沒有講這個 SLOGAN 了 現在開始呢 又要持續的教你們各種的撞球技巧 那今天呢 我要來教你們是 怎麼架桿 因為我在球場其實常常看到很多初學者 他們架桿的方式都有點錯誤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教你們怎麼正確的架桿 那我今天要來教你們的是三種的基本架桿技巧 第一個呢就是 V 字型 就是一般來最常見的 V 字型 那還有呢第二個是圈字型 就是這樣把球桿扣住 然後架在台邊上 那第三種呢是 有時候白球太靠近顆星的時候 我要把球桿放在顆星上面 這樣子靠在顆星上的架桿方式 這三種我等一下都會一一解釋給你們聽 首先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V 字型的架桿 在 V 字型的架桿呢 我們一開始呢可以先把我的手掌 整個全部貼在球台邊上面 然後呢第二個步驟就是把 拇指靠到你的食指上面來 那第三個步驟呢也是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你把你的手掌整個拱起來 拱起來之後呢一定要記得 你的手掌的這一塊肉 一定要貼在球台邊上面 這樣子呢就可以有一個很穩定的架桿 那第二種架桿的方式呢叫做圈字型 那圈字型呢它有兩個要很重要的步驟 我來解釋給你們聽 第一個步驟呢就是 要用你的食指壓住你的中指 然後再來呢把你的拇指壓住食指跟中指一起按住 然後把球桿放進去呢就是這樣 這樣呢你可以在出桿的時候 你的球桿不容易左右的晃動 在打拉桿的時候也會變得比較穩定 那有些人呢因為他不習慣把手指壓得這麼緊 那你平常的時候可以拿一支筆來練習 你可能沒有在練球的時候呢 你就把筆這樣子夾在手上 你夾久了之後呢你就會習慣 這樣可以讓你的食指跟中指的密度可以更緊 最後一個架桿的方式呢就是我看到很多人 只要母球比較靠近顆星的時候 他會不知道要怎麼架桿 他有可能會架這樣子 他有可能會架這樣子 但其實呢這樣都太高了 有可能母球會打不準 所以呢你要把你的球桿放在你的球台邊上 然後呢你要用你的食指跟中指 把球桿夾住 像這樣子 然後呢你的大拇指呢 是要收在球桿的內側 這樣子呢就可以 讓你的球桿很穩定的 前後擺動 不容易晃動 以上三種方式你們都學會了嗎 如果你已經學會的話 我下一集會再教你更進階的架桿方式 可以期待一下喔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